好 我們來看第六題 題目說 x 加2y 等於 4 還有 x 減 y 等於 1 x y 等於 1 在圖形上表示任何一點 他意思是說這個範圍裡面是五樣的結果 然後他就講說 xy 這裡 xy 只能這邊 就是這裡 xy 指的是前面這個部分的範圍 隨便的任何一點 然後代音去結果等於這個 k 加 y 然後發現在惡意的時候他有最小組 請問你 k 的範圍會是多少 好 這題目呢 我給你建議 第一個得先畫圖 一樣 希望這圖先畫一下 畫圖先畫結果 來 x 加 2y 等於 4 圖怎麼畫 是不是在有通過 40 跟 02 所以 40 1 2 3 4 0 2 1 2 好 這裡得懂了 再來 x 減 y 等於 1 也畫一下 通過是 10 跟 0 負 1 10 跟 0 負 1 還有 x 的話都大了 所以很明顯這個就是我要的答案 不是要答案是我要的一個區間 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的四個頂點全部找出來 來 4 點到 0 點到 0 點 有四個把這圖來看的話 第一個你通過 00 點 還有這個點 10 還有這個點 還不知道 這個點的話呢 很明顯的是應該是 0 2 好 然後這兩個線共同的交點 我們要解一下 解一下 相加的話是 2 x 等於 5 x 等於 2 分之 5 所以通過的是 2 分之 5 還有 2 分之 3 所以我知道這四個點呢 就是我要的那個結果 會啦齁 那題目說他在 這個 2 1 的時候呢 有最小值 喔 2 1 的最小值 那怎麼辦 就請你把這個 2 1 怎樣 帶進去吧 什麼意思呢 你把這個地方有沒有 比如說這裡 呃 我們看一下喔 因為題目是問最小值對不對 所以如果從圖來看的話 你覺得這四個圖裡面 誰會問最小值 你覺得 肯定只有誰你知道嗎 呃 看一下喔 肯定只有 1 0 跟 0 2 對不對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還有誰 惡意也有可能 懂我講的意思啊 因為你這邊帶 0 的話 就變成 0 了嘛 你聽懂我講什麼 這裡帶領帶 0 的話 帶領你進去的就是 0 加 1 就沒有 結果最小值得嘛 因為它是 k 加 1 嘛 對不對 好 所以怎麼辦呢 來吧 我們把 2 1 帶入 2 1 帶入 結果對不對 帶 2 變成 2 k 加 1 對不對 還有呢 這個 1 1 帶入 這個我們就不算它了 1 0 的帶入 好 1 0 帶進去的話 變成了 k 還有 0 2 帶入 0 2 帶進去的話是 2 這樣子 那題目說它是最小值 換句話說這個是最小值 所以對吧 這個會大於它 這個會大於它吧 對不對 所以 k 會大於誰 k 會大於 2 k 加 1 對不起 k 會大於 等於 2 k 加 1 還有呢 這個有帶它 2 會大於等於 2 k 加 1 然後找出兩個都有的解 好 找這個的話呢 這一過來一過來 是不是 k 小於等於 這個結果是 k 小於等於 負1 然後這個結果呢 是 k 小於等於 1 2 然後同時都有的是誰 同時都有的 就是負1嘛 聽懂講什麼嗎 這看不看呢 這邊 因為它最小的 所以 k 又大於它嘛 所以解 k k 小於等於負1 然後 2 大於等於它嘛 所以解 k k 小於等於 2 分之 1 畫圖 來 負1在這邊 這邊 然後 2 分之 1 呢 這裡 你告訴我 現在同時重疊是誰 不是負1以外的嗎 這當然是 k 小於等於負1 這是你的答案 OK 好 這裡幫我寫一下